第31章 维莎 哈哈 陆鸣 看来都不用我出手了 为子忧大笑 不行 惊天陆鸣 你们谁也带步走 风武斩钉截铁的道 风武的话 让所有人都是一愣 端木家族的两个青年脸色阴沉下来 道 风武 你真的要与我端木家族过不去 我端木家族的怒火不是你能承受的 一旁 袁冲也急道 风武施妹 为了区区一个陆铭 得罪端木家族和魏兄 实属不至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住嘴 今天谁要带走陆铭 先问过我手中的长剑 坑 风武长剑出窍 一道锋利的剑气迸发而出 将一块一人大小的石块匹为两半 武施之境 真气外放 魏子明 魏子忧 端木家的两人 还有袁冲 脸色都阴沉下来 特别是袁冲 牙关咬了咯咯响 魏子忧和两个端木家族的人眼光闪烁起来 在他们眼中 陆铭随意就能斩杀 但风武就难对付了 魏子忧虽然也是武施一重的修为 但两个端木家族的青年只是武施九重 风武 你以为真的保得住陆铭吗 等我端木家更强者前来 我看你怎么保 哼 最终 两个端木家族的人选择退走 嘿嘿 魏子忧也冷笑一声 身形一闪 与魏子明也退走了 陆铭 放心 优越山脉方圆千里 只要我们小心一点 端木家族的人找不到我们的 风武走到陆铭身边道 多谢 陆铭微微一笑道 说实话 就算没有风武 陆铭也有自信 通围而去 龙蛇步 一步武装 他相信 就算是武施一重的高手 都追不上他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 风武依然坚定地站在他这边 陆铭还是很感激的 不用和我客气 我们继续出发吧 风武道 然后转身 狠狠地看了袁冲一眼 大步地向前而去 接下来 风武带头 没走一段 他就会调转一个方向 免得被端木家族和魏子明跟上 到傍晚时 他们在山林间 骑马走了百里有余了 期间 他们终于碰到了几只身上有积分铁牌的妖兽 成功地获得了几块铁牌 铁牌很薄 轻飘飘的 有两块 上面刻着一个一字 有一块上面刻着二字 两块一分的 一块两分的 很快 夜幕降临 他们升起了宫火 捕捉了一只妖兽 烤肉吃 夜晚 优越山脉中 更加危险 妖兽出没 非常凶残 所以他们打算晚上休息一下 等白天再继续搜寻积分铁牌 吃完烤肉后 他们灭了宫火 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各自打坐休息 一夜无话 第二天 他们继续搜寻有积分铁牌的妖兽 不过 优越山脉 方圆千里 不知道生存了多少妖兽 而积分铁牌 只有七千多块而已 在这广阔的山林中 没有那么容易寻找 就这样 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三天时间 五人一共获得了六块一分的 三块两分的 加起来 才十二分 只够一人合格的 第三天 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只幽影狼 而这只幽影狼的脖子上 挂着一块铁牌 赫然写着一个十字 十七分的铁牌 沙 风舞大喜 身形一闪 就追了过去 幽影狼 乃是二级一重妖兽 一般的二级一重妖兽 都是五积分的铁牌 而十积分的铁牌 一般在二级二重甚至三重的妖兽身上 现在一只二级一重妖兽身上就有十积分铁牌 可谓少之又少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 一起追 风舞在前面叫道 后面周号周序两人也急速的向前 但是幽影狼速度极快 风舞一时间根本追不上 几个呼吸 风舞与幽影狼的身影就消失了 陆明施展身法 也要上前追去 但是一道人影一闪 挡在了他的前面 是袁冲 陆明一蹴眉 道 袁冲 你要对我出手 嘿嘿嘿 陆明 你这个垃圾 风舞那蠢女人居然这么护着你 真是愚蠢至极 但我袁冲 可不想被你牵连 袁冲战剑咬指陆明 一股强大气息笼罩在陆明身上 袁冲 你今年十七岁了吧 陆明突然问道 不错 那又怎么样 袁冲道 十七岁了 居然还只是五十一重 我看你连垃圾都不如 两个月内 我可拜你 陆明道 可笑 陆明 就凭你一个五十六重的垃圾 两个月内也想拜我 真是可笑 不过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袁冲露出阴冷的笑容 就在这时 一旁山林间 响起了破空之声 两道身影出现 居然是上次那两个端木家族的青年 袁冲 你还算实相 这次多谢你的配合 你现在可以走了 一个端木家族的青年道 哈哈 陆明 这就是你命 乖乖接受吧 袁冲大笑一声 身形一闪 向着风舞他们追击幽影狼的方向而去 陆明 是你自己自裁 还是我们出手 袁冲走后 两个端木家族的青年看向陆明 其中一人淡淡的说道 好像陆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就凭你们两个吗 你们端木家族也太小看我陆明了啊 陆明一叹 突然 他脚步重重的在地上一踏 身形一扭 如闪电般向着两个端木家族的青年冲去 秋 冲出的过程中 见光暴闪而出 展向一个青年的要害 牵下手围墙 既然已成死敌 陆明可不会婆婆妈妈 两个端木家族的青年大害 万万没想到 陆明这么大胆 五十六重而已 面对两个五十九重 居然敢率先出手 而且一出手 快准狠 犀利无比 退 仓促之间 两人急忙后退 扑呲 尽管如此 其中一人的胸口依然被陆明的见风扫中 伤口直打骨骼 鲜血直流 可惜 只差一点 就可斩掠他的心脏了 五十九重 果然强大 陆明心里一叹 暗道可惜 以陆明现在的战力 斩杀五十八重的武者 没有什么问题 但面对五十九重 一战是没有问题 但想要击杀 却很难 陆明 你敢伤我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那个被陆明击伤的青年 浑身冷汗直冒 后怕不已 歇斯底里的叫了起来 与另外一人 急速的冲向陆明 那就一战吧 陆明也向前冲出 第三十二章血脉生长完全 瞬间 三人碰撞在一起 丁丁 三道剑光 在空中不断交击 发出密集的香蕉声 火花四剑 两个端木家族的青年 修炼的是黄极夏品剑法 都修炼到第三个层次 融会贯通 与陆明的剑法相差甚远 但是两人的修为 却足足高了陆明三个级别 两人联手 一时间 陆明还稍微落在了下风 千杀那个受伤的 陆明目光如电 流光剑法不断地向着 那个受伤的青年倾泻而去 怎么会这么强 只是五世六重而已 居然有这么强的战力 不行 此人不能留 一定要杀了他 端木家族两个青年都心惊不已 陆明的战力超出想象 吼 吼 两声受吼声响起 端木家两个青年背后散发血光 接着两头黑豹浮现而出 在两头黑豹身上 有三道红色的脉轮 显然 两人的血脉 都是三级血脉 随后 两头黑豹冲进两人身体当中 顿时 两人的身体冒出一层黑光 气息大盛 这是血脉爆发 卷脉爆发 让两人的速度提升了三成 卷脉 是有偏向性的 有些血脉偏向防御 有些血脉偏向攻击 有些偏向速度 当血脉爆发的时候 偏向的属性就会得到提升 一般来讲 一级血脉爆发 能提升一成的属性 二级血脉爆发 能提升二成的属性 以此类推 九级血脉爆发 能提升九成的属性 将近一倍 两个端木家族青年的血脉 偏向速度 所以爆发的时候 提升了三成的速度 不管哪一个属性的提升 都意味着战力的提升 当然 有些高等级的血脉 可能几种属性都很厉害 那就能同时提升几种属性了 几种属性同时提升 那战力的提升 就更恐怖了 血脉爆发之后 端木家族的两人战力提升了一截 开始完全压制陆明 可惜 我的血脉没有生长出来 不能爆发 这是我的弱象 陆明思索 竭力与两人大战 刷刷 就在这时 又有破空之声响起 又有人来了 哈哈 陆明 受死吧 是魏子明与魏子幽 秋 魏子幽人还没到 就一剑劈出 一道青色的剑气迸发而出 剑气离体 犀利无比 只斩陆明的要害 危险 瞬间 陆明感觉浑身汗毛竖起 一股强烈的危机笼罩全身 武师的剑气 不是他现在能抵挡的 但是他想要躲避 却被两个端木家族的青年死死的拦住了 呲 就在这时 在另外一个方向 也响起了一道犀利的破空声 又一道剑气 展向陆明 居然还有另外一个武师进的高手出手要击杀陆明 两个武师高手联手 加上两个武师九重的青年拦住陆明 这是绝杀 陆明顿时陷入绝境 进入至尊神殿 既然不能抵挡 那只能进入至尊神殿避一避了 虽然这样可能暴露至尊神殿 但总比被击杀的好 但立马陆明的脸色变了 因为他发现他不能进入至尊神殿了 心念洞间 至尊神殿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在大战之中 不能进入至尊神殿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不 我不能死 陆明心里大吼 这一刻 他精气神高度集中 浑身气血沸腾 他要在绝境中找出一条生机 忽然 一阵强烈的麻养从陆明的脊椎处传出 脊椎处 射出一道红光 同时 一股奇异的能量 从脊椎涌入陆明全身 这是血脉之力 我的血脉终于完全生长出来了 血脉爆发 来不及过多的思考 陆明直接血脉爆发 他的身上 顿时有一层黑色的光芒弥漫而出 呲 呲 也就在此时 两道溅气斩在了陆明的身上 溅气斩中的瞬间 两道锋利的气径 直接冲进陆明的体内 一阵剧痛传来 陆明一口鲜血喷出 溅气的威力好像减弱了一半 瞬间 陆明就感觉出来 斩在他身上溅气的威力减弱了一半 要是是全部的威力 陆明绝对抵挡不住 难道是我血脉的原因 脑中灵光一闪 带来不及多想 陆明脚步一踏 如风一般向着那个受伤的端木家族青年冲去 端木家族的青年哪里能想到 陆明中了两位武师进高手的剑气 居然还没死 此时想要抵挡 已经晚了 扑呲 剑光一闪 划过这个青年的咽喉 雪花似箭中 陆明的身形一闪而过 随后运转龙舌步 向前狂奔 陆明 你敢杀我端木家族的弟子 该死 一声愤怒的吼笑发出 陆明匆匆一瞥 看到了这个怒吼之人 此人就是另外一个出手的武师 袖口袖有轻木 显然也是端木家族的青年弟子 端木家族 我陆明发誓 迟早要把你们连根拔起 陆明心里的杀鸡无比浓郁 强行压下体内的伤势 向前狂奔 追 后面 魏子忧 还有端木家族那个武师 急速地向着陆明追去 不过 陆明的龙舌步已经修炼到第五个层次 一步武装 比武师一重的速度还要快 魏子忧两人 人根本追不上陆明 半个小时后 陆明彻底将两人甩得没影 随后 陆明找到了一个山洞 冲了进去 呼呼 陆明坐在山洞中 大口的喘气 体内传来阵阵痛楚 两个武师进的剑气 他虽然挡住了 但也受伤不清 现在看看能不能进入至尊神殿 青年一动 陆明身形消失 出现在至尊神殿当中 难道在大战之中 或者身陷危机之中 都不能进入至尊神殿吗 这是为什么 陆明百思不得其解 颇有些无语 看来以后想要靠至尊神殿躲避危机 是不可能了 一切还要靠自己 肩疗伤在说 当下 陆明盘息而坐 运转战龙真觉 开始疗伤 三天之后 陆明的伤势痊愈 翁 陆明心神沉入到脊椎处 一道血色光芒闪耀而出 在光芒中 有一条手指大小的黑色虫子 凝聚而出 虫子通体雾黑发亮 如黑欲打磨而成 无手无脚 这就是我的血脉吗 可是怎么连一道脉轮都没有啊 陆明有些无语 第三十三章逆天的血脉能力 卷脉分九集 每一集都会有相应的脉轮 一集血脉 一道血色脉轮 二集血脉 两道血色脉轮 以此类推 但是现在陆明的血脉 却是一道脉轮都没有 难道是零集血脉 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零集血脉这一说法啊 而且之前陆明已经试验过 他现在的血脉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 堪比四集血脉 还有 先前血脉爆发的时候 抵挡了五成的剑气攻击 这是我血脉的特殊功效吗 陆明思索着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如真的能抵挡敌人五成的攻击 那这个能力也太可怕了 陆明迫不及待的想去试一试了 当下陆明出了至尊神殿 在山林间寻找妖兽 不久 他就发现了一只妖兽 烈焰狼 一级七重妖兽 冷口吐火球攻击 威力很强 后 烈焰狼发现陆明后 一声嘶吼 张开雪盆大口 一团火球在凝聚 向着陆明轰击而来 赤衣是血脉爆发之力 七面移动 脊椎处一股力量涌入到身体中 陆明的身上 有一层黑光闪耀而出 这股黑光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 陆明没有躲避 任这团火球击在身上 刹那间 陆明能清晰的感觉到 火球的威力被他身上的黑光不断的吞噬 最后仅剩下一半的威力 陆明身形一退 避开了这剩下一半威力的火球 原来外来的攻击不是被挡住的 而是被吞噬掉的 吞噬了一半的攻击力 陆明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而这时 陆明体内的血脉的能量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会吧 这么快就消退了 这才一个呼吸吧 陆明无语了 这时 猎眼狼又是一团火球喷出 可当陆明想要再次爆发血脉的时候 发现根本爆发不了了 陆明知道 这是血脉之力耗尽的原因 需要等时间慢慢恢复 可这时间也太短了吧 陆明知道 一般五湿镜的舞者 血脉爆发的时间 是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才会耗尽血脉之力 等待恢复 而五湿镜 血脉之力变强 能爆发两分钟左右 以后随着修为的提升 血脉爆发的时间也会变长 但是现在 陆明爆发的时间 才一个呼吸啊 一般 一个呼吸是两秒的时间 这与其他人足足相差三十倍啊 看来 这种能抵挡五成的攻击能力 虽然强大奇妙 但只能关键时候使用 而且 最高能抵挡什么级别的攻击呢 万物都有极限 陆明可不相信 一个比他强太多的高手 血脉还能挡得住 这一切 都要陆明自己去发掘 不管怎么样 陆明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个能力 关键时刻 绝对能翻盘 可当成底牌 碰 龙蛇不跨出 避过烈焰狼的攻击 随后向着烈焰狼攻去 扑呲 一剑刺穿了烈焰狼的心脏 烈焰狼挣扎了几下 便没了气息 不知道要过多久 血脉之力才能完全恢复 陆明心念一动 黑虫血脉凝聚而出 陆明想要继续观察一番 就在这时 一变突起 只见黑虫血脉突然对着烈焰狼尸体一张嘴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产生 最后 从烈焰狼的伤口中 飞出九滴鲜红的精血 被黑虫血脉一口吞了 下一刻 从陆明的脊椎处 涌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这股能量与陆明的真气融合 使得陆明的胸围狂长 一下子从五十六众前期提升到五十六众前期顶峰 翁 紧接着 在黑虫血脉的身上 一道淡红的脉轮浮现而出 在陆明的眼中 是那么的耀眼 陆明愣住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我 我的血脉居然能吞噬妖兽的精血 转化为真气 而且 血脉居然能晋级 陆明喃喃自语 他的眼睛越来越亮 心里更是狂喜 能够吞噬精血转化为真气 已经够逆天了 但是能晋级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众所周知 血脉的等级是固定的 除非特殊情况 一般是不可能晋级的 而他的血脉居然能晋级 这简直打破了常理 刚才 陆明能清晰的感觉到 他从掠验狼吞噬的精血 被一分为二了 一半转化为真气 一半被血脉本身吸收 这才有了真气与血脉的双双提升 那以后只要不停地吞噬妖兽的精血 血脉等级岂不是能不断提升 晋升五级 六级 八级 九级 甚至超越九级 都不是没有可能 陆瑶的五级血脉算什么 哈哈哈哈 陆明无比畅快地大笑起来 去寻找妖兽 陆明有些迫不及待地要去寻找妖兽 试验起来 不久后 陆明又发现了一头一级八重妖兽 而且这头妖兽身上 居然还有一块两分的铁牌 陆明将之击沙 收好铁牌后 运转血脉 同样 从这头妖兽体内吸出九滴精血 精血 乃是生灵的血液精华 蕴含了庞大的能量 传说 不管是妖兽还是人类 体内的精血都只有九滴 九滴精血被黑虫血脉吞噬后 同样一分为二 一部分转化为陆明的真气 顿时 陆明的胸围就突破了 达到了五十六中中期 而血脉上的血红色脉轮 虽然没有晋级 但颜色更加鲜艳了一些 一级八重妖兽的精血 果然比一级七重妖兽的 精血效果要强一些 以后就叫是灵虫吧 端木家 你们给我等着 继续 陆明将黑虫血脉 命名为是灵虫 之后 陆明疯狂的在优越山脉中 猎杀妖兽 吞噬精血 陆明的修为 疯狂的提升着 一天多以后 陆明的修为 就提升到五十七重 三天后 陆明的修为 再度突破达到了 五十八重的顶峰 而这时 他的血脉 果然再次晋升 诞生出第二道脉轮 晋升为二级血脉 通过三天不断的猎杀妖兽 陆明终于 把他血脉的种种玄妙 摸索出一部分了 首先是血脉爆发时的 吞噬五成攻击之力 果然是有限制的 他发现最多能对比 他高五个级别的腰兽起作用 高出五个级别以上 就没有用了 比方说陆明是五十一重 那只能对五十六重以下的起作用 一旦碰到五十七重以上的 就没有了效果 一点效果都没有 而血脉爆发的时间 一开始是一个呼吸 爆发后 需要等三个小时 才能继续爆发 但是随着血脉等级的晋升 这些发生了改变 血脉每晋升一个等级 血脉爆发的时间 就会增加一个呼吸 当陆明晋升二级血脉的时候 他血脉爆发的时间 已经增加到三个呼吸了 而相应的 恢复血脉之力的时间 也减少了一些 这一切 都让陆明更加的有动力了 第三十四章连续突破 反杀 陆明在山林间行走着 突然神情一动 低语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不过来得正好 抓 抓 这时 四周响起了一道道破空声 下一刻 在陆明的前方 后方 左侧 分别出现了人影 前方 魏子幽与魏子明 后方 端木家族一共四人 除了那个青年武师 另外还有三个青年 而在左侧 是一个锦衣青年 身上的气息非常强大 也是武师进的高手 三方人 一看到陆明 就成圆形散开 将陆明围在中间 三个五是一重 三个五是九重 至于魏子明 可忽略不计 陆明 这一次 看你往哪里跑 魏子明阴狠的盯着陆明道 陆明一笑 随意的瞥了一眼魏子明道 你这个垃圾 有本事自己来与我一战 陆明 你马上就是个死人了 我是不会和一个死人计较的 魏子明阴狠的道 陆明 你居然敢杀我端木家族的弟子 最该万死 那个端木家族的青年武师冷喝道 我最该万死 你端木家族的人要杀我在先 照你这么说 我只能被杀 而不能还手了 陆明道 不错 我端木家族要杀你 你只能站着受死 你这条贱命怎么能够与我端木家族弟子的性命相比 端木家族的青年冷喝道 霸道 自信 蛮不讲理 呵呵呵 陆明倾笑 对于这样的人 他根本不想多说什么 旋即把目光移向那个锦衣青年 道 你呢 我好像不认识你吧 你也是端木家族的人 哈哈 陆明 你既然要死了 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是凌峰师兄让我来的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 刚入门 居然连凌峰师兄都敢得罪 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锦衣青年淡淡的笑道 好了 不要和他废话了 先杀了他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和他废话 端木家族那个青年名为端木飞 此时冷冷的道 话音刚落 他的身形就如狂风一般向着陆明扑来 绿色的剑气 划破了空气 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而魏子幽于锦衣青年没有出手 在他们看来 击杀一个陆明 一个人足矣 就当端木飞的剑气快要斩到陆明的时候 陆明双脚在地上重重的一踩 龙蛇不爆发 避过剑气 他的身形如闪电一般窜了出去 他的目标是端木家族一个59重的青年 坑 战剑清明 一道剑光一闪而出 以他现在58重巅峰的修为 这个端木家族的青年即便全神戒备 也根本避不过陆明的剑光 扑刺 长剑直接刺穿了这个青年的心脏 一击必杀 给我吞噬 陆明心念一动 手掌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引之力 对方伤口中 九滴精血吸引而出 沿着陆明的手臂 被死灵虫血脉吞噬 这是这几天 陆明摸索出来是灵虫血脉的一种用法 可以将吞噬之力作用在手上 无声无息的吞噬掉别人的精血 啊 陆明 你找死 端木飞发出暴怒的吼声 身形一晃 又向陆明杀来 陆明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不与端木飞硬碰 龙蛇不施展而出 又向另外一个五十九重的青年杀去 同时 是灵虫血脉不断的炼化精血 一股股能量涌入陆明的体内 五十九重的精血蕴含的能量十分庞大 让陆明的修为快速的提升起来 本来已经五十八重巅峰的修为 不断的向五十九重靠近 刷 见光一闪 端木家族那个青年虽然竭力退避 但速度哪里比得上陆明 瞬间被击杀 同时 金血也被陆明吸收 哗啦啦 真气澎湃 两个五十九重高手的金血 终于让陆明打破了桎梏 再做突破 修为一举跨入五十九重 该死该死 你们两个还等什么 一起出手 灭杀陆明 端木飞怒后 这几天加起来 已经有三个五十九重的端木家族青年死在陆明手上了 十八岁以下五十九重的青年 即便在端木家族也算得上市精英了 一下子死了三个 他回去 都不知道怎么向端木家族的长辈交代 所以 他将陆明 已经恨到了极点 杀 杀 魏子忧和锦衣青年大喝 也向着陆明杀去 陆明顷刻 尖就击杀了两个五十九重的高手 战力之强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此时 他们哪里还顾得上脸面 直接联手了 端木飞与魏子忧展出一道剑气 而锦衣青年则批出一道金色的掌力 三人联手 夹带的刺耳的呼啸声 向着陆明杀去 哈哈 来得好 就让我看看五十镜到底有多强 陆明大笑 胸围突破五十九重 让他信心大增 碰 身形一扭 陆明向着端木飞杀去 对于后面魏子忧与锦衣青年的攻击 他不管不顾 此罢 魏子忧 端木飞三人眼中露出了争鸣的杀鸡 血脉爆发 就在这时 陆明的血脉爆发了 一层黑色的光芒闪耀而出 也就在这时 魏子忧三人的攻击落在了陆明的身上 并没有想象中陆明被击杀的场景 陆明的身体只是一晃 但手中的长剑不停 如一道冷电 蹦发而出 刺向端木飞的心脏 端木飞做梦也想不到 陆明受到三人的联手一击 非但没死 还能反击 想要躲避 根本就来不及 扑呲一声 他的胸口被陆明刺穿 他感觉眼前一黑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端木飞 死 还有两个呼吸 陆明心念急转 常见一化 向着锦衣青年斩去 啊 去死 眼见端木飞被击杀 锦衣青年差点 吓破了胆 此时连续排 拍出两掌 但陆明不管不顾 任掌力拍在身上 手中长剑不停 从锦衣青年的 咽喉 斩过 绝花似箭 锦衣青年的 喉管被斩断 他双手死命的 捂着咽喉处 双眼瞪的老大 眼中尽是不甘 哀求 戀毒等神色 退 快退 另一边 魏紫幽惊恐的大吼 陆明连斩两个武师进强者 已经将他吓破了胆 他疯狂的逃窜 现在想走 不嫌太晚了吗 陆明嘴角挂着冰冷的笑容 身形移动 向着魏紫幽追去 第三十五章 晋升三级血脉 陆明施展龙舌步 一步武障 何等之快 魏紫幽根本逃不了 只是十多个呼吸 陆明就追到魏紫幽身后了 我跟你拼了 魏紫幽大吼 血脉爆发 转身向着陆明杀来 他知道 不管是求饶 还是威胁 都是没有用的 从陆明刚才出手就能看出 他出手很辣果断 心志坚定 就算是端木家族的天才弟子 也是说杀就杀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 所以 也根本不会怕他们为家 当 当 常见碰撞 两人大站在一起 此时 陆明血脉爆发的时间早就过了 但陆明凭借战龙真觉和达到第四个层次的流光剑法 依然完全压魏紫幽一头 魏紫幽的剑法 只是黄极夏品剑法的第四个层次而已 常见相交 连续大战了几十招 陆明的剑法越来越快 终于 陆明一剑 刺入了魏紫幽的心脏 正面一战 魏紫幽败 败就是死 随后 陆明看向了一个方向 冷笑一声 向着那边追去 此时 魏紫明正亡命飞奔 恨不得自己多长两条退 怎么会那么强 怎么可能那么强 武师都被他斩杀 二弟多半也不是对手 我一定要跑出去 让父亲派遣高手 将这个陆明击杀 魏紫明一边飞奔 口中一边发出嘀吼 这个时候 还想着杀我啊 突然 一道声音在魏紫明耳边响起 啊 魏紫明吓得大声尖叫 转头一看 陆明正冷笑地看着他 一股寒气 从魏紫明的尾追骨 直冲天灵盖 陆明 饶命啊 求你饶了我啊 魏紫明哪里还敢再跑 直接停下 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大声地哀求起来 这让陆明微微一愣 这个魏紫明 原来是一个软骨头 和魏紫幽完全不一样 我都杀了魏紫幽了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陆明淡淡一笑道 陆明 不 明哥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而且你杀了魏紫幽 杀得好啊 他天赋比我高 一直压着我 我早就想让他死了 他一死 就再也没有人和我争夺 为火成城主之位了 魏紫明眼泪鼻涕直流 一脸哀求地叫道 但是他心里却是狂吼 只要他今天不死 一定十倍百倍地 从陆明身上还回来 我不杀你 等着你的报复吗 你以为我会那么傻 陆明淡淡一笑 不 魏紫明大叫 想要起身逃跑 但一道剑光闪过 魏紫明的头颅远远地飞了出去 可惜 还是逃走了一个 陆明低语 端木家族 还剩下一个五十九重的青年 五十九重 全力奔逃起来 速度非常快 现在过了那么久 想追也追不上了 扑 忽然 陆明身形一晃 一口鲜血喷出 五十净的攻击 还真是犀利啊 陆明一叹 刚才 他爆发血脉 硬抗了端木飞三人的攻击 虽然被卸掉了五成的攻击力 而他又凭借五十九重的护体真气 抵挡了一部分攻击 但依然受伤了 不过这点伤 能换三个五十进高手的命 也值了 按战力来讲的话 陆明就算有士灵虫血脉 也未必是他们三人的对手 刚才 陆明是利用了士灵虫血脉的奇特性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才一举将他们击杀的 端木飞和锦衣青年 甚至连血脉爆发都没有使用出来 擦掉嘴角的血迹 陆明回到了刚才的战场 将魏紫悠 端木飞 锦衣青年的精血全部吞噬 然后他离开了这里 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开始炼化精血 三个五十进高手的精血 何等庞大 就算是只有一半的能量转化为真气 也让陆明的修为一路飙升起来 同时 他受的伤 也在快速的恢复 当三个五十的精血全部炼化完之后 士灵虫血脉 在两道血色脉轮上 又有一道淡红色脉轮浮现而出 三级血脉 陆明的血脉再度晋升 达到三级血脉 同时 陆明的修为 达到了五十九重的顶峰 只差一丝 就能突破五十进 但就是这么一丝 挡住了陆明的前路 陆明皱了皱眉 这段时间提升得太快了 真气博杂 不够醇厚 根基不稳 难怪不能突破 吞噬的精血越多 其弊端也显现出来了 毕竟不是自己一步步修炼出来的 根基不稳 真气博杂 否则 凭借三个五十进高手的精血 是可以突破到五十的 我现在要停下吞噬精血了 花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修为 陆明相信 只要巩固一段时间 使得真气重新变得醇厚 凝炼 就能水到渠成的突破五十进 接下来 陆明转移了一个地方 没有继续猎杀妖兽 而是专心的修炼战龙真觉 和修炼各种武技 这一修炼 就是九天 通过九天不断的苦修 陆明的真气终于不再搏杂 重新变得凝炼纯净 根基稳固 水到渠成的 陆明的修为一举突破 达到五十进 秋 陆明一剑斩出 一道黑色的剑气爆斩而出 将一颗人腰粗细的大树拦腰斩断 五十之进 真气外放 能形成剑气 刀芒 拳钢等 威力强大 真气雄厚了好几倍 现在我要是与魏紫幽 端木飞这样的五十一重一战 一招就可以斩杀 陆明眼睛无比明亮 至于是龙舌部 这段时间 其他武器没有提升 但是龙舌部 却再度突破 达到武器第六个层次 人武合一 这是一门武器的最高层次 碰 真气爆发 肌肉抖动 陆明的身影如风般冲出 山地上的落叶被他身体带动 狂乱飞舞 而他的身形 已经在七丈之外 没错 七丈 本来修炼到人武合一 是一步六丈 但由于他修为突破到五十镜 使得一步达到七丈 修为越高 同一种武器用出来 威力自然越大 现在距离考核结束 还有四天 要全力寻找积分铁牌了 陆明的身形冲出 消失在这片山林间 第36章旧美 前一段时间 陆明起码猎杀了几十只一级六众以上的妖兽 其中也有一些身上挂着积分铁牌 现在陆明身上有五块两分的铁牌 三块一分铁牌 加起来十三分 还有 在魏紫幽他们几人身上 也获得了一些积分铁牌 有十二分 加起来共有二十五分 这个分数 足够晋升为青铜弟子了 但陆明觉得远远不够 他心里有一个野望 就是第一名 第一名可是有凝铃国奖励的 虽然他现在的分数肯定还差得远 但是他会尽力一搏 陆明施展龙舌部 在山林间奔行起来 普通妖兽 他直接掠过 专门搜寻有积分铁牌的妖兽 一天过去了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陆明又寻找到一块一分的 一块两分的 加起来陆明一共二十八分了 当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一声兵器交击的声音 那边有人 陆明神色一动 在声音来源处 透过茂密的支押 隐约皆能看到火光在跳跃 去看看 陆明身形一动 向着篝火的方向而去 此时 在那篝火处 确实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居然是风武 原冲 周旭周浩四人 此时 情况却很出人意料 周浩周旭两人脸色苍白 浑身无力的躺在地上 而风武提着长剑 但身体也在颤抖不停 脸色也同样苍白 眼中充斥着怒火 目视着原冲 喝道 原冲 你居然在烤肉中下民药 为什么 原冲提着长剑 脸色争鸣 此时发出冷笑 为什么 风武 你这个贱人 我原冲苦苦追求了你两年 可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前段时间 你居然还为了露鸣娜杂碎呵斥我 我已经忍受够了 现在你已经中了我的无香软金伞 我看你还怎么反抗 今天 我就要你成为我原冲的女人 哈哈 风武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焦鹤 原冲 你敢 等结束了试炼 木兰姐姐不会放过你的 木兰 嘿嘿 那个贱人迟早要成为端木家族的玩物 还有 你们以为还能活着回去吗 原冲冷笑不已 你要杀了我们 风武脸色一变 此时他身体亮亮呛呛 站都站不稳了 嘿嘿 风武 等我上了你之后 会亲手解决你的 这样 你就属于我一个人了 原冲笑道 你 变态 风武脸色苍白无比 身体一颤 软软的倒在地上 原兄 不要杀我啊 风武你尽管玩 今日之事 我保证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的 周浩大叫起来 我也是 原兄 我要是泄露一个字 叫我不得好死 周旭也跟着大叫 可惜 我只相信死人才不会泄露消息 原冲露出猙獰的笑容 向着周浩周旭两人走去 不要 不要啊 饶命啊 两人惊恐地叫道 呲 呲 剑光一闪 原冲的剑气斩断了两人的喉咙 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人了 原冲转身 向着风武走去 你 不要 风武下的小脸雪白 身体想要往后挪 但中了无香软筋散 真气溃散 浑身无力 哪里挪得动 看到风武这副模样 原冲心里无比爽快 走到风武身边 伸手向风武抓去 呲啦 风武胸前的衣服被抓破一大块 顿时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如玉一般 有一种晶莹的光泽 甚至胸前有大半个肉球露出 散发出惊人的诱惑力 原冲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闪烁着出炙热的火光 双眼死死的盯着风武的胸前 畜生 我要你不得好死 风武发出绝望的叫声 此时 风武真的绝望了 他本来还当原冲是朋友 但没想到原冲居然是这样的禽兽 他大好的年华 就要死在这里了 并且死之前 还要被玷污 此刻 他真的想一死了之 这个地方颇为偏僻 你以为会有人来救你 原冲猛笑道 接着就要朝风武扑去 抱歉 打扰一下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这道声音一起 原冲脸色大变 急忙转身 而风武则是狂喜 露出希望之色 两人齐刷刷的往声音来原处看去 陆明 是你 两人同时惊呼一声 陆明环抱着双手 一步一步走来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看着原冲 道 怎么 是不是看到我没死 很失望 的确 是有些失望 你居然能在端木家与魏子忧他们手下逃得性命 不过你实在太愚蠢了 你既然逃走了 就应该找个角落 像狗一样藏好 等待失恋时间的结束 现在居然跑到这里来 怎么 听你这个垃圾 还想英雄救美不成 哈哈哈哈 原冲大笑眼中闪过嘲讽与杀鸡 陆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快走你不是原冲的对手 风武本来看到有人来以为有了希望 当看到是陆明后又转为失望绝望 大声叫道 风武师姐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你之前帮我挡了一次魏子忧 现在 我当然要救你一次 陆明笑道 救 陆明 你这个垃圾 你拿什么救 原冲大笑道 当然是拿我的拳头 陆明脸色一冷 一拳就向着原冲轰去 找死 原冲逆掌 向着陆明击去 他要废了陆明 让风武更加绝望 这样他才会更加畅快 可是 当他的手掌与陆明的拳头相交的时候 他的脸色变了 他感觉从陆明的拳头上 涌过来一股无比强大凝炼的真气 他的真气被陆明的真气一冲 直接溃散开来 一股钻心的痛疼从手臂上涌来 原冲大叫一声 向后倒退七八步 武师 不可能 陆明 你的修为怎么是武师境 原冲难以置信的叫了起来 武师 看到这一幕 风无眼睛一亮 本来已经绝望了 此时又露出希望之光 原冲 上次我说两个月可拜你 现在看来不需要 半个月就够了 陆明冷冷一笑 讲拜我 你休想 去死吧 原冲幕后 眼中闪烁出浓郁的杀鸡 提起战舰 向着陆明杀去 绝对不能让陆明和风武活着 否则 试炼结束后 玄元剑派将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第37章击杀原冲 呲 但陆明只是随意扫出一剑 剑光像是闪电 一闪而过 扑 这一剑 从原冲的手腕扫过 雪光乍现 原冲手腕的经脉被切断 啊 原冲哀嚎 身体疯狂的后退 怎么会这样 这才十多天而已 这陆明怎么这么强 为什么 不 我不甘心 我不能死 我一定要逃出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端木家族的高手 让端木家族派高手将这个陆明击杀 到时候我再找机会 将风武弄到手 我还有机会 原冲心里疯狂的转动着各种想法 你没有机会了 随着陆明的声音响起 一道剑光绝世犀利 直接冻穿了原冲的心脏 一剑 彻底断绝了原冲的各种想法 陆明 你不得好死啊 原冲怒吼 满事不甘 陆明太果决了 零有给他一丝机会 很快 原冲的生命气息消失 吞噬之力发动 陆明悄无声息地吸收了原冲的精血 一旁 风武目瞪口呆地看着 他实在太震惊了 十多天前 陆明突然消失 他还以为陆明遭遇到什么不测了 并且还寻找了几天 但一直没有找到陆明 刚才 陆明突然出现 就让他很惊讶 但随后 陆明展露出压倒性的优势 击杀原冲 这让他张着小嘴 半天难以合拢 难道以前陆明一直在隐藏实力 只有这个可能性了 风武师姐 你没事吧 陆明向着风武走去 但走到近前的时候 陆明的眼光不由地向风武的胸前看去 那一大片雪白的肌肤 以及那大半割漏在外面的肉球 实在太吸引目光了 陆明的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 好白 陆明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陆明 你 你无耻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你在看 你在看我挖掉你的眼睛 看到陆明的眼神 以及那好白两个字 风武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恶狠狠地叫道 这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陆明无语 摸了摸鼻子 接着目光一转 嘴角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向着风武走去 笑道 嘿嘿 风武师姐 你说对了 我就是那样的人 现在原冲死了 就剩下我们两个了 你说 我该怎么对你呢 说着 一双眼睛在风武那已经发育的不错的身上乱描 特别是在胸前 停留的时间更长 不 不 陆明师弟 不要 要是被木兰姐姐知道 她不会放过你的 我求求你 看在之前我帮过你的份上 饶了我吧 你要美女 失恋结束后 我一定帮你找一个 看到陆明的表情 风武吓得小脸惨白 胡乱地叫了起来 哪里还有丝毫刚才恶狠狠的表情 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 眼中眼泪在打转 她暗叹自己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啊 刚脱狼爪 又落虎口 帮我找一个美女 不不 其他美女怎么有风武师姐你漂亮 陆明站在风武边上 黑黑银 笑道 然后伸出一只手臂 一把搂住风武的细腰 风武留下一行泪水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她感觉一条强壮的手臂搂住了她的腰支 炙热的手掌贴在她腹部 让她放心一颤 但接下来 就没有其他动作了 耳边响起了呼呼的响声 夜风不断吹在脸上 风武不由地睁开了双眼 却发现 陆明正搂着她在山林狂奔 陆明看了一眼风武 微微一笑 道 那里的血腥味很快就会吸引来其他妖兽 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不过陆明这个笑容干钱静静 哪里有丝毫的银 鞋的味道 一下子 风武就知道了 刚才陆明是逗她玩的 陆明 我和你没完 风武咬牙切齿 心里恶狠狠想到 想起刚才自己的囧态 风武小脸就一阵发烫 美人在怀 小脸通红 还一副毫无反抗之力的模样 在这深山老林之中 任谁都会响入飞飞 陆明心里也是一阵乱跳 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急速地奔醒 很快 在十里之外 找到了一个幽静的山谷 陆明把风武放下 然后脱下外衣 踢在风武身上 挡住了她胸前的大片血白肌肤 随后 陆明盘膝坐在一旁 闭目打坐起来 风武深深地看了陆明一眼 随即运功逼起无香软金散 到天快亮的时候 风武已经将无香软金散的毒性 全部逼出 恢复了功力 此刻 陆明也睁开了双眼 陆明 之前你为什么突然消失 风武突然问道 还不是袁冲 当下 陆明把十多天前袁冲拦下 他的事情讲了一遍 当然 关于他的血脉 他是知自未提的 果然是袁冲这个畜生 他居然还勾结端木家族的人 风武咬牙切齿道 好了 你现在毒已经逼出了 那我就告辞了 陆明道 陆明 不如我们一起吧 现在各院的一些强者 已经汇聚到一起了 据我所知 端木家族这一批人里面 有一个绝顶天才 叫做端木爵 是白虎院今年新人中的最强者 他身边汇聚了很多端木家族和白虎院的高手 到处搜寻积分铁牌 目的就是要获得这一次失恋的新人王 你要是一个人碰上 恐怕有危险 我们两人一起 也好有个照应 风武教助陆明 解释道 端木家族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陆明眼中金光一闪 问道 我知道是知道 但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去找他们拿积分铁牌了 陆明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心里补充了一句 就当是先收点利息吧 你要打劫端木家族 这太危险了吧 风武脸色一变道 又不正面硬抗 怕什么 陆明道 好 那我们一起去 风武一挥拳头 脑后的马尾晃啊晃的 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这风武 也不是个安分的主啊 哈哈 那就一起吧 陆明一笑 等一下 风武突然叫道 然后转身跑进树丛中 过了一会 风武走出来的时候 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储物戒指 陆明神情移动 储物戒指 内含空间 能存放东西 是强大的名恋失恋制出来的 非常珍贵 就连诺大的陆家 都没有一枚 风武 很不简单啊 你的衣服还你 风武将陆明的外袍还给了陆明 接着 风武带陆 两人向着优越山脉更深处而去 第38章去收利息 50里之外 一棵茂密的大树上 陆明与风武引符在枝丫间 在大树不远处 有两个年轻人 正在吃了烤肉 我们赶紧吃完行动 可别误端木家的大事 我知道 这一次帮助端木家族捉住闪电暴幼崽 绝对是大公一见 那当然 这闪电暴幼崽 据说是献给端木林公子的 这两人都是白虎院的新入门弟子 一边吃一边聊着 闪电暴 陆明与风武一听 都大吃一惊 闪电暴 是一种极其稀哨的妖兽 蕴含闪电之力 速度快速如风 成年的闪电暴 至少也是四级妖兽 相当于武宗级别的舞者 特别是陆明 更加吃惊 眼中闪烁出明亮的光芒 因为闪电暴之血 正是修炼战龙真诀第二层 最重要的三种材料之一 一种是凝凝果 另外两种分别是 闪电暴之血和血淹石 闪电暴之血 陆明是在必得 白虎院两个青年吃完后 便起身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我们跟上去 陆明对风武道 风武点点头 与陆明两人跟在两个青年身后 处理之后 两人拿出一把枯草点了起来 枯草冒出浓郁的白烟 散发而出 扩散到山林中 同时 在其他几个方向 也弥漫出同样的白烟 只留下北边一个方向没有白烟 刷 过了不久 一道银白色的身影从山林间冲出 急速地向着北边方向而去 真的是闪电暴 陆明目光一闪 简然 闪电暴是怕了那种白烟 所以向着没有白烟的方向逃去 闪电暴出来了 我们追 把他赶到那条峡谷中去 一声大喝 随后山林间一道道身影冲出 向着闪电暴的方向追去 那两个青年也同样向前追去 陆明与风武紧随其后 唯有多久 一条峡谷出现在眼前 只见 有四个身影驻守在峡谷前 而闪电暴与其他人 却不见了踪迹 简然 闪电暴与其他人已经进了峡谷之中 我们进去 陆明微微一笑 直接向着峡谷的入口而去 站住 端木家族在此办事 闲杂人等赶紧给我滚开 刺人当中 只有一个端木家族的弟子 此时看到陆明与风武 冷喝道 优越山脉 可不是你们端木家族的地方 我想去哪里 你管的这吗 陆明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大步的向峡谷走去 大胆 小子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 端木家族那个弟子大喝 仔细的盯着陆明 眼光闪过一丝思索之色 随后眼睛一亮 叫道 我想起来了 你是陆明 哈哈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偷偷 给我留下吧 常见出窍 端木家族的弟子 直接向着陆明刺来 但见光一闪 陆明的剑 更快 扑呲一声 刺入了端木家族人的胸口 这个端木家族的弟子 只是五十九重而已 哪里是陆明的对手 你 你杀了端木家族的弟子 你死定了 其他三个人脸色惨白 难以置信的叫道 这三人 都不是端木家族的人 是白虎院的其他新入门弟子 周围更低 一人五是八重 两人五是七重 抓刷 就在这时 又一道剑光闪起 从这三人的咽喉划过 是风武出手了 三人瞪大了眼睛 倒在地上 没有了气息 陆明有些诧异的看了风武一眼 没想到风武出手 也非常的果决啊 看看他们身有没有积分铁牌 陆明在四人的身上摸索起来 同时不动声色将四人的精血吸收 不过五是级别的精血 对陆明的帮助很小 最后 在四人身上搜出了积分铁牌 一共二十六分 和风武一人十三分 分好后 两人继续向着峡谷冲去 这条峡谷 两边都是光滑的石壁 高有上千米 飞鸟难度 难怪端木家族的人会把闪电豹往这里赶 到了这条峡谷 闪电豹速度再快 也逃不了 进去峡谷千米左右 峡谷到了尽头 尽头处 也同样是光滑的石壁 此时 有五道身影 团团的将一只雪白的身影围在中间 那是一只如狗一般大小的小豹 明显是幼崽 身上的毛如雪一样白 在白毛上 隐隐有一丝丝电光在流转 这正是闪电豹幼崽 此时 闪电豹幼崽浑身是雪 趴在地上 一双污溜溜的眼睛充满了哀伤无助之色 盯着四周 注意 伤他就行了 要活捉 这闪电豹对林少有大用 仰在林少身边 每月可抽取他的精血修炼 其中一个青年到 看他的衣服 就知道是端木家族的弟子 其实五人当中 也只有他一个是端木家族的弟子 其他四人都不是 端木兄放心 既然是林少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不错 其他几人纷纷道 嗯 突然 他们听到了动静 扭头一看 正看到陆明与风舞 五人脸色奇奇一变 你 你是陆明 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个端木家族的弟子看到陆明后 惊讶地叫了起来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陆明淡淡一笑 甲骨口的人呢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端木家族青年喝道 当然是杀了 陆明微笑道 什么 杀了 你找死 诸位 此人与我端木家族作对 杀了他 端木家族青年吼道 我来杀他 一个灰袍青年飞身而出 一拳向着陆明的脑袋轰去 他要一拳砸碎陆明的脑袋 拳风呼啸 真气迸发 很明显是五十亿重的修为 碰 陆明脚步在地面重重一踩 身影如风一般冲了出去 紧接着一道剑光一闪而视 扑呲一声 这个青年胸口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心脏瞬间被陆明的剑气斩为两半 你青年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 便弃绝而亡 一招击杀一个五十亿重的高手 其他四人脸色大变 端木家族青年怒吼 出手 一起杀了他 轰 轰 次人身上同时爆发出血光 卷脉爆发 其中那个端木家族的青年是四级血脉 另外三人 是三级血脉 金一色的 四人的修为都是五十亿重 第三十九章闪电暴之血 端木家族果然能量巨大 居然聚集了这么多高手 要知道这一批新入门的弟子里面 达到五十净的 一共也就一百人左右而已 次人爆发全力 向着陆明与风武杀来 揪 一声鸟叫 风武也爆发血脉 他的血脉 居然是五级血脉冰魂鸟 五级血脉 在这一批新入门弟子当中 绝对是顶尖的血脉了 杀 风武骄鹤 向着对方杀去 陆明身形一闪 也向前杀去 当当 顿时 密集的兵器交击声 真气爆裂声 不断的响起 对方以一人拖住风武 其他三人联手对付陆明 但陆明气势如虹 剑光快速无比 真气无坚不摧 只是几招而已 就有一人被陆明一剑斩为两半 绝光乍现中 又一剑洞穿了一个人的心脏 三个武士一重的五连手 在陆明面前 脆弱如婴孩 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最后 只剩下端木家族青年 陆明 怎么会这么强 陆云雄那老家伙不是说 他只是一个低级武士吗 那个老家伙骗我们 端木家族青年心里狂吼 再也顾不得什么闪电爆了 把腿就跑 但在陆明面前 他哪里跑得掉 直接被陆明从后心一剑洞穿 啊 此时 另一边也发出一声惨叫 另外一个白虎苑青年 被封五级杀 五级血脉 战力要超过三级血脉一截 但封武此刻美眸连闪 看着陆明震惊不已 三个同级武者 在他手中毫无反抗之力 而且他还没有爆发血脉 真是惊人 难怪木兰姐姐会那么看中他了 封武思索着 此时 陆明向着闪电爆走去 呜呜 闪电爆受伤颇重 趴在地上 瞪着一双污溜溜的眼睛 看着陆明 充满了绝望之色 这眼光不禁让陆明心里一动 他不由的想起了他当初被陆瑶 陆云雄剥夺血脉的场景 如果这只闪电爆落在端木家族手里 下场肯定也很惨 陆明 这只闪电爆幼崽 你打算怎么解决 我建议把它带出去 在外面 这闪电爆幼崽可是非常珍贵 封武建议道 陆明笑了笑道 封武师姐 你有疗伤药和空的玉瓶吗 有啊 封武点头 然后手一挥 凭空出现两个玉瓶 一个是空的 一个装有疗伤药 生机只血散 多谢风师姐 陆明一笑 接过玉瓶 走进闪电爆 吼 闪电爆又在看到陆明走近 顿时白毛竖起 捏着嘴 目露胸光的瞪着陆明 小家伙 不用紧张 我不会杀你 也不会带走你 我只要你一点鲜血 还会帮你疗伤 陆明一笑 然后身形一动 一把抓住闪电爆又在的脖子 闪电爆又在本来已经受伤了 伤口中不断有鲜血流出 陆明拿着那个空的玉瓶 接了大约半瓶的闪电爆鲜血 随后收起玉瓶 把生机止血散倒在闪电爆的伤口上 生机止血散 是疗伤精品 附在闪电爆的伤口上 闪电爆又在很快就停止了流血 小家伙 走吧 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疗伤 可别又被别人发现了 陆明摸了摸闪电爆又在的脑袋到 呜呜 闪电爆又在呜呜的叫着 一双呜溜溜的大眼睛看着陆明 似乎有些诧异 陆明怎么会放他离开 一旁 风母也有些惊讶 道陆明 你真的要放走他 闪电爆又在价值可不低 接下开还要找端木家族拿积分铁牌呢 我可没时间带着他 陆明一笑道 呜呜 闪电爆又在突然跑到陆明脚下 脑袋使劲的在陆明的脚上蹭了蹭 然后又跑到风舞脚下 也蹭了蹭风舞的脚 好有灵性的妖兽 好可爱的妖兽 风舞赞叹 眼睛开始冒光 呜呜 闪电爆又在又呜呜叫了几声 深深的看了陆明一眼 然后转身向着峡谷外跑去 陆明一笑 然后在那几个人身上寻找积分铁牌 顺便不动声色的将他们的精血全部吸收 五个武师一重武者的精血 可是十分雄厚的 不愧是武师进的天才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近乎三十分左右 搜出的铁牌让陆明与风舞多大喜 五个武师一重的青年身上 积分加起来总共有153分 最后 风舞只要了50积分 其他83分都给了陆明 毕竟 这一次多亏了陆明 不然五个武师一重 风舞绝对不是对手 陆明也没有客气 他的目标 可是第一名 现在 陆明身上总共已经有124积分了 风师姐 你等我一会 说完 陆明盘膝而坐 开始练化起刚才吸收的精血 五个武师一重的精血十分庞大 不断地转化为真气 陆明的修为在急剧地提升 片刻之后 陆明身体微微一颤 武师二重 陆明眼中金光一闪 加上原冲的 前后吞噬了六个武师一重舞者的精血 加上其他一些武士进舞者的精血 陆明的修为再度突破 不过血脉依然是三级血脉 并没有噤声 风师姐 我们走吧 陆明起身道 风舞有些好奇地看了看陆明 刚才陆明的突破很隐秘 风舞并没有发现 他只是好奇陆明为什么突然盘膝坐下修炼 而修炼了片刻时间 又起身了 但他没有多问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秘密 不是吗 两人出了峡谷 继续向着优越山脉深处奔去 端木家族的大部队 还在更深处 一个小时后 两人在一棵大树下停下 因为在这棵大树上 刻着一幅图案 这是一只猪雀 刻在大树上 非常逼真 这是什么意思 陆明问道 这一个小时以来 他们已经看到三次这样的图案了 这是我们猪雀院特有的标志 有人在召集猪雀院的弟子 你看 猪雀头指的方向 就是集合的方向 哦 原来如此 陆明刚刚进入猪雀院 对这些可是一窍不通 不像其他一些大成的天才 早就对悬员剑派做过研究了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一般情况下 可不会以这种方式召集弟子 我们去看看吧 枫雾有些疑惑 道 好 陆明点点头 最后两人按照猪雀指示的方向而去 第四十章 猪雀院第一高手 当陆明与枫雾沿着猪雀图的标志前行了二十多里之后 太阳已经落山 前方 出现了一簇簇簇 在夜色中跳跃 唰唰 突然 有几道身影出现 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是我猪雀院聚集地 你们可是猪雀院的弟子 其中一人问道 不错 我们正是猪雀院的弟子 我名为风武 风武道 哈哈 原来是风武师妹 快快有请 前方篇簇簇 传来一道笑声 一个青年向这边走来 这个青年 身材高瘦 两臂很长 目光闪烁间 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 殷凯 是你 看到这个青年 风武微微一惊 此人就是殷凯 陆明眸光也失一闪 之前刚开始失恋的时候 陆明就向风武打听过一些消息 殷凯 可是大名鼎鼎 在朱雀院这一批新人当中 被称为第一高手 据说 他觉醒的是五级血脉 年仅17岁 就修炼到五十四重之境 殷凯的目光在陆明身上掠过 并没有多少关注 最后停留在风武身上 道 风武师妹 我们到那边说话 殷凯带着风武与陆明 向其中一堆篝火走去 这片地方 点燃了五堆篝火 聚集了近五十人 全是朱雀院的弟子 陆明他们来到的这堆篝火四周 一共有八个人 但这八个人 气息都十分强大 居然都是武师境的高手 甚至其中有几人 气息强大 远超一般的武师一重 这些人看向风武 一起点了点头 至于陆明 他们没有人认识 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自然直觉忽略 殷凯师兄 那些朱雀图 是你们客下的吧 风武问道 不错 正是我叫人客下的 风武师妹 想必你们也是看到朱雀图 才到这里来的吧 殷凯微微一笑道 风武点点头 道 不错我们确实是看到朱雀图才来的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殷师兄 你客下朱雀图 召集朱卫同门 是因为什么 风师妹 想必你也知道 这一次 可是有一块五百积分的铁牌的 殷凯目光一闪道 五百积分铁牌 难道你们已经发现了五百积分的铁牌 风武吃惊的问 连路民也吃了一斤 五百积分铁牌可以说是所有的高手都想要得到的 因为只要得到这块铁牌 那这一次很有可能获得第一 这块五百积分铁牌是重中之重 不错 英凯点头道 不仅是我们朱雀园发现了 就连白虎园 青龙园 玄武园都发现了 所以我才要聚集人手 这一次这块五百积分铁牌 绝不能落在其他三院的人手里 我们朱雀园 可是已经连续八年没有出现新人王了 殷师兄 你是想夺取这块五百积分铁牌 成为今年的新人王了 风武目光一闪道 那是当然 一旁 一个冷峻青年道 今年朱雀园 除了殷凯师兄 谁有资格成为新人王 风武微微撇嘴 不知可否 问道 那你们可知 那五百积分在什么妖兽身上 在一头变异黑甲巨蜥身上 这头黑甲巨蜥 可是二级九重妖兽 正面一战的话 我们四大院没有人能得到这块积分铁牌 所以 我们四院商议好了 黑甲巨蜥喜欢吃银眼兔 只要捕捉到足够的银眼兔 在这些银眼兔体内放入迷魂散 就可以让变异黑甲巨蜥陷入沉睡 到时 四大院 各凭本事 争夺五百积分铁牌 怎么样 风师妹 留下助我一臂之力吧 殷凯道 助你一臂之力 那时候报仇怎么算 陆明突然问道 报仇 怎么报仇 殷凯咒了咒没道 出手相助 当然需要报仇 这样吧 我们祝你得到五百积分铁牌 获得新人王之位 但是第一名的那颗凝灵果 给我们做报仇怎么样 陆明开口道 陆明的主要目标是凝灵果 只要能够得到凝灵果 帮助殷凯又有何妨 你要凝灵果 殷凯脸色沉了下来 饺子 你太不识抬举了 帮助殷师兄获得新人王 这是我朱雀苑共同的荣誉 只要是朱雀苑弟子 就应该无条件出手 你居然还想要报仇 简直可笑 旁边 那个冷峻青年阴沉的道 此人名为原浪 是这一批朱雀苑新人当中 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才 一身修为 达到了五十三重 呵呵 陆明冷笑 他算是知道了 这殷凯之所以刻下朱雀图 召集朱雀苑的弟子 感情要别人白杆 帮他夺取新人王之位呢 但陆明可没有帮别人白杆的习惯 更何况 陆明跟他们 熟吗 朱雀苑共同的荣誉 还真说的冠冕堂皇呢 陆明看向元浪 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容 道既然是为了朱雀苑的荣誉 可以啊 到时得到五百积分铁牌 交给我 让我获得新人王 同样也是为了朱雀苑的荣誉 此言一出 殷凯 元浪等人脸色阴沉无比 元浪更是喝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新人王之位 哦 陆明冷笑一声 懒得和他们废话 看向风武道 风师姐 你是打算留在这里还是 我就不奉陪了 我也没兴趣 我们走吧 风武道 与陆明转身就要离开 你们给我站住 元浪大喝一声 抓 他身影一闪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殷凯 你这是什么意思 风武脸色一变 转身看向殷凯道 殷凯露出一个阴沉的笑容 道 这一次 我一定要获得第一名 所以 把你们身上的积分铁牌 都交出来吧 殷凯 你 风武脸色难看至极 没想到这个殷凯居然这么卑鄙 你们不出力也行 留下积分铁牌再走 元浪看着陆明 脸色带着不屑之色 我想走 凭你也想拦住我 滚开 好狗不挡到 陆明冷喝 饺子 你还真是嚣张 但是嚣张 也要有嚣张的本钱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钱 元浪冷喝 手指如鹰爪 一爪向着陆明抓来 你帮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